水围村 我来了水围村的这一个 刚刚说给大家看这个 摆地摊的 看这条路不是刚刚说修路吗 修路这边就只有一条道了堵上了 然后这边就开始地摊的 这个角落还有一个租疗店这些 看这是村里这种村房 看人家的村房 多好房东就收租了开始 全部都是出租 怪不得这个村这么有钱 位置也特别好 来 给大家看一下 摆地摊 东北瓜子 现炒现卖 然后还有火锅 这条路 看没有车走 都是摆摊的 还不错 这没有车的话很轻松 你看这个就便宜了 这个小茶奶吃的才 五块 八块 十二块这种的 分茶余 这每天都在这摆吗 对 都是自己做的 都是自己做的 挺好的 哦 这边上店铺也都开的 但有几个关门了 看着是 哦 这是什么 这是 西米露 绿豆沙 冰粉 这多少钱一份啊 五块钱一份 然后看 这种冰粉 西米露 就这样的一盒是吧 冰冻的 五块钱 你这组织是在街拍吗 对 你这组织是吗 这组织是吗 不是组织是街拍就是街拍 平台 做抖音吗 头条 这是 这个每天在这里吗 每天下午4点以后 4点以后啊 生意怎么样 生意经过来的 我刚刚从这里过来的时候看到你 已经摆上了 摆了呀 摆了 不是我吧 又是我机身 哦 不是下班才来 下班才来 4点摆到11点多 11点 每天都过来 一天能卖500块吧 不知道的 今天才开始 啊 今天才开始啊 今天才开始啊 哦 不错不错 这个我之前在其他地方也看过 一拉这个冰箱 那个之前也是卖啊 我刚才在那个里面上司里卖吧 啊 后来那个夜市拆了 我就 大概一年会吧 就给它 哦 这就属于是夜市刚刚开始是吧 对 我看这个 还没有正式开始呢 其实后面可能这里都会满的是吧 啊 这你自己会做这个 这都是我自己做的 自己新手做的 新手做的 啊 咱们看看 不用不用不用浪费 尝一个 尝一个吧 不用不用客气 不用不用不用真不用 感谢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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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自己熬的 自己熬的 这是放着冰 这里都有做的冰 这个不是 这是凉粉 白凉粉 啊 白凉粉 黑凉粉 这个西米露 这个绿豆沙 这个绿豆沙 这个是熬的红糖 自己熬的红糖 这个熬的红糖 哦 哎 不会关着 要冷气跑 费电 看得长一点吧 不不不 太客气了 谢谢 谢谢 没事的 谢谢 谢谢大家 太谢谢了 哎呀 不错 这样出来的话 又有一份收入嘛 是吧 比如说下班早 下班早就没什么事了 就早点好看哦 这样也挺好的 能接触很多人 是啊 每天我们都是 五六点钟就下班了 五六点钟下班 那这工作也不错 还好吧 假期比较多 假期比较多 不错 行 谢谢 谢谢 感谢啊 哎 再见 哎 客气 客气 谢谢了啊 再见 这大姐太热情了 送我尝一下 哎 太感谢 太感谢的 真的陌生人这样好 真的非常欣慰 那这边还有做糖果的这种 这种是怎么卖 老板 糖水八块 淘冰十块 这里有写的 八块十块 是这种 这种盒的是吧 哦 好 不错 每天晚上都在这里 生意怎么样 还没生意呢 是吧 没事 才开始嘛不是 啊 都才开始这边 啊 小朋友都开始做过了 这个也是 这是做的什么这是 啊 这是烤鱼好像是 咱们看 正宗的湖南腊鱼 还有湖南的酱板鸭 这种是怎么卖呢 四十一斤 啊 四十块一斤 啊 大家可觉得怎么样 湖南的特色 这一斤也是 但是 呃 有的可能口味不一样吧 冻的西瓜 哈密瓜看都有 就这样卖的 放到冰箱里 可以出来 然后 一摆 这样就直接可以卖了 都是冰冻的 因为大家过来的话 哎 买半个西瓜回家一吃 它都是冷的 就回不用冻了 不错 啊 这边也有这种养生管 还有毒养颜 啊 还有做指甲的 啊 这边也是做指甲的 啊 做指甲的还是挺多的 这边还有 光饼 这个是 啊 这个 牛香葱牛肉饼 哦 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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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这叫什么饼啊 这叫 吴剑饼被关闭 啊 啊 这你自写就在 啊 啊 服务 吃不好吃不收钱 哈哈 不是你不拿休息不收钱 吃完再说 是吧 吃完倒是倒掉退钱 看我肚子这么大 我现在吃不动 如果我要没吃饭 肯定来一个了 哈哈 每天都在这里啊 就是都是卖新鲜的 哦 不能留过业的 哦 不能留过业的 这个大哥值得点赞 这个做生意的态度非常好 非常棒 这个食材能有保障 好 加油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老板是说不放过业的东西 现在这个商家越来越少了 真的 很欣慰 这边还有做 卖这种衣服的 卖衣服啊 这也是 看看 这边也是 也是一些商铺 卖水果的 十多店啊 甜品店啊 街铺都开的 这里里面就是这种小巷子 之前给大家拍过 这边看 还修修 维修手机的 做 卖点女生用品的 这里卖衣服的 68元一件 看看 还有卖男士底裤的 上衣的 上衣的 内衣的 这边还有卖水果的 哎 走出来了 走出来就到这个 水围村的外围这边了 给大家帮回看一下这个小巷子 这条小巷子是原来是一条马路 但是现在呢 要改成这个商业街 我们看一下 它这里的桩已经是重新弄上去的 带大家看一下 这里都是重新弄 打的钉 打上去的 然后不让车进来 原来这里这条 夜市呢 在 我手指方向这个村的最尽头 的横马路边上 是夜市 现在可能是村里 那边有新的规划 然后就赶到这边来了 现在 大家都在这边摆夜市 但是里面座位呢 还没有都摆上 可能是 刚刚那个大姐说刚开始 刚开始之后 可能慢慢这里会 比现在要好很多 因为你看里面还有很多 很多 空破尾 这里人呢 也不算多 估计还是在一个刚刚起步 适应的阶段 等什么时候大家都 知道这里有破尾了 可能就进来了 刚刚我们从那边一路走来 大概有 20个左右的破尾吧 走到这边 卖的一些都是一些 刚刚给大家看的一些 日常用品 小吃之类的 估计以后会火吧 这条小巷子 就算是一个小的 步行街吧 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 我会给大家拍更多的 实拍视频吧 希望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你的订阅 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谢谢 那我们就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